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华言经200问第90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神通无碍用 菩萨摩赫萨有10种神通无碍用 最后一个是 善守护一切天龙夜叉 前踏婆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魔侯罗杰 示范 护士 声闻 独觉 菩萨 所有如来实力菩萨善根无碍用 若诸菩萨得此无碍用 则能普入一切佛法 菩萨摩赫萨的神通 最殊胜的一个发心就是 菩萨的智慧拿来守护 一切世间天人 这边所提到的天 有包括天龙夜叉 前踏婆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魔侯罗杰 示范 那这个是主制天人 那天龙八部呢 是佛陀的弟子 佛陀的弟子 他怎么守护这个世间 佛陀守护世间的方式 佛陀守护天龙八部的方式呢 他用让天龙八部来守护世间的方式 所以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在帮助别人 其实在透过在帮助他人的过程 自己的神力 自己的神通会提升 会强大 所以为了要扶持他人呢 我们自己就要先成就自己 那菩萨要发菩提心 到最后呢 成就的是大众的菩提心 所以守护就是守护真心 守护菩提心 那我们一般呢 以为啊 哎呀守护这个人 就是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给他无忧无虑 那事实上呢 就像现在 如果我们生活的环境 都是无忧无虑 都是在高度保护的状态 一旦遇到了挫折 遇到了困难 就会失去啊 应变的能力 好就像这这两年 我们啊 遇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的疫情在肆虐 这时候呢 又就要看我们应变的能力 乃至于我们自己身体 本来的体质 好所以 其实在发新的过程呢 看起来好像是在付出 其实不只是守护自己 也是守护大众 在守护大众的过程 其实也就在成就自己 所以这是佛陀啊 很慈悲的地方啊 善守护 这个守护呢 就是互念其心 互念他的发心 那一切的天龙夜叉 这些都是八部鬼神众 其实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 这些鬼神啊 他都有他自己的执着 甚至于呢 有时候呢 还会危害这个世间 但是佛陀守护大众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改邪归正 那像其中呢 就有这个阿修罗 他始终啊 都喜欢打仗 那这个好斗的阿修罗呢 在跟天人打仗的时候啊 佛陀就教 这个天上的 这个地势天 要称念 摩赫波罗 波罗蜜 自然就可以消灭 这个战事 那当天人 念了摩赫波罗 波罗蜜的时候啊 这个天上的 所有的 一切的大众啊 就产生了 无比的力量 原来 摩赫波罗 波罗蜜 的力量 不是拿来战斗 而是拿来提升 超越战斗 所以这个叫做 大智慧到彼岸 那当阿修罗 听到天人 在称念摩赫波罗 波罗蜜的时候呢 阿修罗的 这种斗争的心呢 也会得到 一种升华 他就消弥于无形 所以其实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 要怎么样来守护 一切的大众呢 就是要做这个 所有如来实力 菩萨善根 都能够不断的成就 所以守护的方式 就是启发 他的如来的实力 什么叫如来实力 如来具足十种智力 这个在 华元经的十柱品 第一个出发心柱 就知道 有这个十种智力 那我们常听到 如来是大雄大利 那这个大利 是有包括哪些 就包括这十种智力 那一切智 就是这十种力的圆满 四处非处智 善恶夜暴智 诸根胜裂智 种种解差别智 种种戒差别智 一切智处到智 诸禅解脱三昧智 宿命无碍智 天眼无碍智 三世漏 普尽智 好 这是佛陀十八不共法 之中的十种 所谓十八不共法 就是不跟其他的 这个大众 共同的功德 这是如来独有的功德 如来最殊胜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要怎么样 来让所有的大众都知道呢 就是 其实就是让大众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最好的守护真心的方式 所以不管你要照顾的是天 还是龙 还是夜叉 那至于这些天上的人 甚至于声闻 独觉菩萨 这一切根性的修行人呢 菩萨守护的方式 就是令一切大众 发菩提心 那自然就可以成就 如来实力 跟菩萨的善根 那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们在发心修行的过程 不只是自己的精进用功 也要练习 学习 成就他人的菩提心 给大家机会 所以像昨天有一个居士 他就自己是这个幼教的专长 那他就很发心 他想要来帮小朋友画画 那还有一个居士呢 他自己有一点这个动画的能力 他就来想要为我们的幼幼华爷呢 来讲个故事 做个后制 那不管我们每一个人会的是什么 只要你愿意发心 你一定会找到你发心的机会 跟发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只是把所有的大众的发心 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一起来共同成就 所以胡长经里面就讲啊 愿诸世间长安稳 无边福至一群生 所有罪业皆消除 那远离众苦归原集 所以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智慧啊 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 拿出来共享 分享的结果就是 自己会越来越成就自己的智慧 这是我们守护自己道业的方式 以发心来守护 而不是呢 既然要守护就把他关起来 保护起来 就像以前有一个人 他可以做了很多的善事 结果他在临终之前呢 他的天神啊 就现身告诉他 你今天呢 这一生啊 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善事 所以呢 你可以到天堂去 那你到天堂呢 随身行李一件 就是你可以拖一件随身行李 这个把他这个行李箱装满 这是你的最高的限度 那你想要装什么都可以 结果呢 这个人啊 就想那是世间最宝贝的是什么呢 他在要去天堂之前呢 他就把他自己库存的这些黄金 全部塞满了他的行李箱 当他呢气喘吁吁的 扛着这个行李箱呢 上天堂的时候 天堂的守护员 就看到了他扛着这个行李箱 啊 到天上去做什么 啊 他说你到底是扛了什么宝贝啊 他说这个就是世间最宝贝的东西 这天神 啊 允诺我 让我可以带一件 那天上这个守护神呢 啊 他就很好奇 他说 请问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让我打开看看 检查一下 啊 啊 那结果呢 这个人一打开的时候啊 天神觉得非常的神奇 他说你为什么要带这一箱 我们天上的地砖上来呢 啊 这里到处都是啊 你何必要扛上来呢 我们这里啊 随便踩在脚底下 每一块都是黄金为地呀 那你为什么要把世间的这个稀有的黄金扛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守护的 常常啊 以为自己是最宝贝的东西 其实这个在世间是有层级 那有层级的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到底要守住什么呢 啊 就像一只狗啊 啊 他在流浪的时候 他不知道最珍贵的是什么 所以他可能会为了一根骨头 为了要抢一根骨头 跟其他的狗大打出手 那你为什么要去抢那根骨头呢 因为你在你的眼中 你以为骨头是最殊胜的最好的 所以呢 守护的方式啊 一般人都用错了 他以为站为己有就是一种守护 其实到最后呢 为了这个有限的资源 大家彼此之间大打出手 那菩萨的眼中 啊 这个所谓的守护 就是让大众发菩提心 让大众呢 发现自己内心当中有无价的珍宝 拿出来运用 才能够真正的守护 所以善守护这个世间 就是要把如来的使力 菩萨的善根都能够启发出来 这是佛陀最殊胜的地方 让一切大众都能够发菩提心 那佛陀的神力啊 有这十种 这十种啊 如果菩萨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神通无碍用呢 就可以普入一切佛法 佛法不离开这十种神通的用 神通就是把智慧拿出来用 智慧是我们心本具的功能 就是以智慧为体 以菩萨为体 以华言的善用其心为用 那自然而然就是无量的神通妙用 希望大众呢 我们学习到这十种神通 我们不要羡慕 好像会飞 会预测未来 会看人家的前世 这个就是神通 其实不是 真正最殊胜的神通 就是这个智慧能够运用在这个世间 服务一切大众 成就大众的菩提 妙明真心 让一切的所有的众生 都有机会 其成佛道 那这才是最殊胜的无碍作用 今天的开示 致指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好